R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保加利亞人 這場比賽是TNT的競技場地圖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那競技場是我們最近要 可能會專注播報的一張地圖 因為最近競技場大師賽 準備要來開打 正確來說是已經在打了 那比較有精彩比賽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放上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TNT的部分 競技場是怎麼玩的吧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法蘭克人 這個文明經濟來說是非常好的 我們這顏色換一下 換成藍色 它的經濟來說為什麼會好呢 是因為它前期吃果就有加成 所以本身不會親戚會弱後 前期的經濟不會太弱後 而且還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所以讓它基礎資源來說不會太差 那它有這個著名的192遊俠 血量高到192滴血 而且城堡相當便宜 步兵路線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法蘭克人封建時代 就有這個血量加成關係 通常可以在封建時代打出很大的優勢 那在競技場來說的話 它這個最大用途是在城堡時代初期 一開始清騎兵就有這個血量加成 所以本身不太容易打出對方的清騎兵 那這個路線可以讓它在競技場來說 減生物城堡時代中期的時候會有點小小的優勢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保加利亞人 那保加利亞人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 是兵工廠跟工程機製造所的食物銷量是減半的 所以它不管是要攀科技啊 或者是要打強軍事 都是對它來說是有優勢的 但是保加利亞人本身它的經濟來說並不是太好 因為它是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但是又還有這個銀類 銀類的話是半價城堡的一個建築物 那這個建築物也會射箭跟城堡一樣 那會比較需要用這個銀類去做一個強攻壓制敵人 讓對方經濟損失一些些 會比較讓保加利亞人比較不會落後於對手 那保加利亞人的路線比較是分向於打這個協議雙手劍兵 還有這個騎兵單位 那它騎兵單位還有這個馬盾技術 可以增加騎兵路線的攻擊速度33% 不管是肉馬騎兵或是它的保加利亞騎兵 就有這個攻速加成 那有些情況也可以讓它打馬攻 那奴兵路線的話不太適合原本有強弩 那它馬攻路線是OK的 那保加利亞人的話還是比較建議打這個肉馬開 或是直接打騎士開會比較適合它 那如果你被針對的話就要轉一些頭側啊 奴炮或是馬攻去針對對方的毛兵 或是奴兵之類的單位 那我們先加速一下 那我覺得這場挺有趣的 因為兩邊都是馬國開 而且一個是法安克經典的馬國 加上保加利亞也是不錯的馬國 而且偏好打強軍士 那兩邊都是石料減免的 不是石料減免 就是城堡相關的 一個是大根的城堡 城堡比較便宜 然後一個是銀類很便宜 可以來做實用的文明對決 那在經濟場這張地圖來說 我覺得像銀類的話 或是便宜城堡的一個幫助 都是一個很好的空圖選擇 不會讓他們在說城堡是在中期 很容易很難推出去 反正可以用一些銀類 慢慢殺出去 或是慢慢防守起來 建立自己的根據地 都是對於這兩個文明 都是一個不錯的一個加成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選擇吧 先加倍到8倍速 因為經濟場這張地圖 前期通常都不會打一個太快的快攻 當然也有塔公公這個戰術 但這兩個文明打塔公公 不太會有任何優勢 所以我覺得前期應該不會 兩邊不會去打這個塔公公 所以我們可以先快轉一下 兩邊都沒有挖石頭 那確定喔 都是直接打一個直層 而且這個P數也不太可能會打塔公公 這個P數通常是直層P數 比較正常一點 那法蘭克人先升到城堡時代 這邊我們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法蘭克人先到城堡時代 先出了一些刺猴 這個刺猴是在城堡時代之前就出了 這邊千奇兵要找個機會按下去 因為寶加利亞已經升千奇兵了 還點下了一攻 而且這個一攻很便宜 只要745肉就可以點下 那我們之前我們講過 在肉馬對決的時候 一定要先點下攻擊力 而不是防護力 那法蘭克這邊直接送掉一隻生鋁 那法蘭克人現在有血量優勢 54一血 點下千奇兵之後會比較多 待會趕快升一下 這邊就去控對方的生鋁 有沒有出來減生物 這邊再看 雖然沒有跟對方的千奇兵互打 這邊升好血量來到72滴血 那寶大利亞現在是60滴 大概差12滴血 那如果點下品種的話 就可以反超法蘭克人 所以這次法蘭克人 在打城堡時代 點生物的死血 需要注意的細節 你要看一下對方有沒有點品種 沒有點品種的話 你還是優勢 一旦對方點了品種 你可能就要小心 這個刺猴互打 可能會打輸 尤其是通常數量開打的時候 會常常忽略掉這個細節 好 那法蘭克人這邊沒有點品種 不是沒有點攻擊力 原因是因為他在3TC開農 所以他沒有太多肉 去可以出這個攻擊力 通常要點攻擊力之前 都會先去點更多的刺口 去彌補這個數量不足的問題 那法蘭克人這邊很明顯 有點打輸的狀態 這邊生物也沒有拿好 各種被抓掉 好 好 保夾莉亞這邊拿到了2生物 好 3生物應該也沒問題 這隻算被換掉 但是離家裡越來越近了 好 第4個生物也拿走 法蘭克只拿到了一個生物 尷尬了 那法蘭克人這裡 沒有拘出更多輕奇兵 想要來 去搶奪對方 奪走的生物 這邊已經有點放棄治療了 好 勝率也都回家 沒有打算要出門了 好 那 寶寨莉亞這邊拿到4生物 非常的賺 塔蘭克人這邊直接點一下手推側 好 他直接暴農一波 速上帝王時代 那這邊速上帝王時代的話 可能可以早一點就上去了 大概25分鐘左右 就可以上了 可以大會還有輪手技術 可能會再更快一點點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上帝王時間 這邊有多快吧 這邊來到24分半 該不會真的要25分點帝王嗎 兩軍營 這邊開始轉槍兵喔 欸唷 2459點下 24分內點帝王 這個法蘭克人也算是相對會農的 他前面還有出幾隻新奇兵跟生旅喔 所以他不是純農的 不是純農可以2459點下 那他的搭配來說還算是不錯的 並不差 好 巴加莉亞這邊雖然晚了一點 但至少拿到4生物 清奇兵還有一定的數量優勢 那現在反蘭克人轉租重裝長槍兵的話 清奇兵可能會有點難做 因為想要抓後面刺頭也沒機會 長槍兵一再防守 好 這裡由於看到對方轉租長槍兵的關係 保加莉亞人這邊點一下品種 還有二級射 看來要走馬功路線了 好 反蘭克人在中間蓋一棟城堡 拼你城堡先補在中間位置 好 直接補下化學跟練甲 這邊是打算要防一下對方的 協議雙手劍兵的關係喔 所以先點化學 大會就可以點這個火槍兵出來用 就會針對對方雙手劍兵 但法蘭克人這次猜錯啦 這個保加莉亞人是要來打工兵路線喔 連拇指環都點下 這個馬功出來 法蘭克人會比較難打一點 但192有想要數量出來的話 馬功可能會再次被壓制喔 因為畢竟保加莉亞的 馬功是沒有三級防的 防禦比較薄弱一點點 巨頭開拆 想要先把這裡面的生物打出來 讓對方不能再繼續採黃金 後面要補一個修道院比較好 喔有這邊後面補下 然後待會生物要趕快搬 搬到後面喔 不能讓對方法蘭克把這個生物拿回去 安息人戰術也點一下 OK這個就是保加莉亞的馬功 沒什麼太大問題 該有的都要有 安息人戰術拇指環 生物爆開 這邊補下了一棟城堡 防止對手把自己的生物拿走 OK保加莉亞的觀念非常好 但是並不是補這個營餌 他沒有地中城堡 難怪是先補城堡 在城堡帝王時代的時候 這個增兵技術很重要 人點的話就盡量點 好法蘭克有點下 這邊先射掉對方的一些 重裝長槍兵 稍微做個拉打 OK法蘭克人有點尷尬 槍兵出太多 沒有即時的停止喔 雖然有轉出火槍 稍微對射不是問題 但攻速來說的話 還是會列於馬功的 馬功射速太快了 火槍兵還是偏慢 填裝子彈是需要 是需要去拉這個彈甲的 但是馬功不用 功只要拉好 用這個拇指環一拉功 就可以射出去喔 非常快速 火槍兵人的城堡直接掉了 那後面這邊城堡怎麼蓋起來呢 現在是單巨頭開拆 後面可能要再補一動城堡 不然這個城堡很難拆喔 不然就稍微轉這個大衝車 保加利亞轉大衝車也是相當便宜的 只要500肉 就可以升這個大衝車的升級 所以他現在要轉衝車的話 我覺得是蠻適合的 而且還可以擋住火槍兵的傷害 賺爛賺爛了 又便宜對不對 這邊居然在暗軍營 該不會要走步兵路線了 藍甲點下 哇 協議步兵 真的要來了嗎 但是人家有出火槍兵喔 這可能這樣要思考一下 那這邊攻防點超快喔 三級攻防點下 而且還這麼多肉 這個兵工場省下的肉 對保加利亞人來說真的是太多了 超級神 這邊補軍營是想要騙法恩客人 自己要出步兵路線嗎 但是防禦也真的升好了 有點看不太懂 現在保加利亞想打什麼戰術 這邊想要一點火炮 喔 點掉了 這個馬攻很痛 但火槍兵加城堡的傷害 讓他損失了一些馬攻數量 馬攻現在被戰毛丟還是有點痛 雖然法恩客人沒有三級一次喔 但戰毛的基本的額外傷害 還是可以讓馬攻 讓這些馬攻受到非常多的血量傷害 你看這個血量掉非常快 馬攻速量降到只剩下7隻啦 保加利亞人這時候補下 戰毛病的升級 這邊快要苟不住 保加利亞人還能再戰嗎 肉量突然被消耗完畢 剩下300肉 補下手推車 這時候還意識到自己經濟沒有補到最滿 手推車還沒有補 手推車一毫經濟可以起飛 但村民術現在有點落後 落後大於12村左右 戰毛病補一下 很多的戰毛兵走得出來 這邊來集結一下TC的位置 12隻戰毛 以戰毛來說的話 保加利亞人也是有優勢的 很多人加3級射 但這邊直接正面硬打 就是感覺也不太優了 右邊慢慢蓋出城堡出去 這邊城堡如果能建立起來 對法蘭克人會有點受傷 但兩邊同時蓋好 這邊是要先出自暴桶 好 炸桶趕快炸 那法蘭克人有按嗎 法蘭克這邊是按下騎士精神 這時候要轉騎兵 正面火槍戰毛病繼續輸出 好 或者兩人正面的戰毛病 守住了前面的燒了 這個生物還是要找個機會去撿 OK 要嘗試拿生女嗎 OK 生女開始行動了 後面建立一棟新的城堡 直接拉出了5巨頭開拆 好 這邊炸桶持續在炸 法蘭克人的血量被用的很低 只剩半血 但是炸桶還是無情的 繼續炸 血量增加1300滴 5巨頭直接突然架了起來 法蘭克人應該會傻眼 你哪來這麼多巨頭 但是自己的城堡也快掉了 這邊是由法蘭克人最後手下自己的城堡 4巨頭拆的速度還是太快了 好 剩下村民加上疾兵 去硬拆城堡 但這邊城堡修得非常快速 OK 現在獵人這邊點下了馬燈技術 結果這邊步兵升完 是要來出幾兵用的 他看來是有預測到對方法蘭克人 可能會搞一個遊俠暴 結果真的 法蘭克人這邊升騎兵路線 防禦補下二防 但是攻擊沒升 遊俠路線要點出來還需要一段路程 這個農田算有點太少了 需要轉遊俠的話 可能要少到五六十片田 會比較好一點 好 但是現在寶加獵人巨頭數量非常多 還是有機會可以即時的去反制對方的建築物 城堡之類的 好 疾兵現在補下數量越來越多 噢 戰毛兵打得動痛 重裝騎士沒有三防 被戰毛兵打還是有點傷害的 好 結果城門一倒裡面 級兵直接傾操而出 加利亞人這邊攻擊還不錯 雖然火香兵射掉一些級兵 但戰毛兵這邊直接防守回去打得還不爛 馬弓 數量不多 沒有要拘束的意思了 這邊馬弓是最後馬弓手下主經的位置而已 最好現在是靠垃圾兵在打 戰毛兵配擊兵 直接把法蘭克給逼了回去 法蘭克這時候在想要不要繼續出這個 遊俠 這個遊俠好像沒有打算要出了 直接暗示了一些火香兵 想要來支援前線 戰毛兵按下了更多 反正剛剛這些支援應該是可以存到遊俠 那他這邊直接按掉 就代表他沒有要升了 好 那居民投資機舞台還健在 那這邊法蘭克的巨頭全部被拆光 直接往右走嗎 往右拆把這棟城堡拆掉 會比較好 因為這裡還有一些小進化可以挖 寶珈利亞人要來開始反撲了嗎 法蘭克人這邊轉出了中型頭時機 轉中頭打戰毛 蠻好用的 那寶珈利亞人在後期有點小小缺憾 他這個科技線沒有那麼的始祖 因為法蘭克人有火炮 那如果他這邊出裝頭的話 那寶珈利亞人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打火炮會比較困難一點 勢必一定是要用自己的大陸馬 或是這個寶珈利亞騎兵 或盡裝騎士喔 去運考對面的工程器 那法蘭克人這邊很簡單 只要出擊兵喔 大部分都可以守下自己的工程器 那就好來看一下法蘭克人能不能 用自己的擊兵 稍微控住一下自己的工程器 結果這邊直接點射 射掉火炮 哇這個馬攻數量又堆疊了起來 來到了二十幾隻的數量 但是法蘭克人這時候中頭眼睛也升級好 上方城堡果然掉 這邊重兵把守 好 擊兵守在這邊 這邊就有個看頭了 寶珈利亞人到底能不能 反擊回去呢 好 法蘭克人三防點下 看來最終還是要走回老路 192遊俠嗎 好 步兵防護也在升 中頭開拆 這時候寶珈利亞人也看到了 對方有中頭 好 五巨頭直接架起來 這棟城堡雖然5280滴血 但應該很快速的 血量就要沒有了 因為後面修的村民並不多 七村再修的話有修跟沒修一樣 直接爆開 沒了 這棟城堡再度被寶珈利亞拆了下來 雖然沒有辦法推出去 法蘭克人就壓在門口 這邊一定要給對方法蘭克人大碗的 才有機會拿下來 但法蘭克人也可以給 寶珈利亞大碗的頭車傷害 你看這個砸下去 直接殘血 這個疾兵血量 好 但這邊只用人海戰術 想要讀口這邊砸了一發 疾兵血量掉到一半 好 但這邊直接硬戳 戳掉非常多的法蘭克的血 這個馬全部被戳到殘血 中裝投資車 直接硬砸馬弓 馬弓血量掉非常多 直接會被砸光 哇 這個被砸有點虧阿 好 但寶珈利亞人 硬出來還是戳得出去 三攻三防疾兵 依舊還是有點能力可以做事的 好 但其實這不是寶珈利亞人全部的阻力 右邊還有一些小小的範圍 私利在右邊做防守 這邊其實寶珈利亞人 可以再轉租更多的肉馬 去做一個大肉馬馬凳 突襲後方攻城器的一個動作 會更好一些 均勻投資機也拉回來 準備要來正面強攻這棟城堡 好 但我覺得寶珈利亞人這邊 示範得非常好 他一直有打出軍事優勢 確認對方法恩克人不會反撲回來 巨頭才會往前要 但這邊有點危險喔 這邊出去可能會有點出事 但他這邊先控洛馬 洛馬先上前想要印給 郡女投資機 還有火砲 投車 馬登機速造成速度非常快 傷害很高 好 但是火砲數量並沒有銳減 反正是默默的往後撤了 郡女投資機也沒有直接硬架了起來 反而往後拉 放到家裡 反而克人又有機又可以反撲 重裝騎士跟疾兵再度走得出來 好 上方的火槍 不知道在幹嘛 他這邊有點在送 這個銀壘 守得還不錯 好 擊兵開始射 中間城堡兩棟又再蓋了起來 這次血量來到6000多地 右方的城堡 銀壘直接被拆掉 4台火砲加2台巨頭 差數非常快速 加利亞人還能再繼續打嗎 這裡馬公雖然回到34隻 馬公出這麼多要小心投資車 跟火砲 這邊顯示有點錯誤 這怎麼兩個東西在空洞轉 多馬直接上去 再一次前壓 但是直接倒了一排 反克人的 靠龍投資車還不錯 直接砸掉非常多的肉馬 好 但這邊 保加利亞人損失的只有肉 這邊還偷偷換到幾隻 工程器 好 這時候反克人轉出了 弩炮的升級 重型弩炮直接升好 三攻點下 反克人終於意識到 好像少了點什麼 頭車要來了嗎 直接砸 沒預判到可惜了 右邊持續繼續騷擾 這邊大洛馬直接襲擊 雖然這邊 蓋馬就被抓包 但正面反克人能守住嗎 這邊大量洛馬直接噴了過來 直接先打對方的巨頭 跟火炮 這邊直接砸個一發 沒有把所有的肉馬收掉 還有少了肉馬在做突進的動作 剩下級兵也在往前 左邊銀壘開始慢慢蓋 級兵這邊要空一下閃一下比較好 火炮閃陣 哇 這邊可能要戳掉幾台 工程器了喔 反克人得工程器血量 掉了一台 頭子車 第二台能收掉嗎 可以 第三台 頭車 可能就不太到 放棄了 哇 這樣還是換掉非常多的工程器 那弩炮這邊數量堆疊起來 來到了五台 右邊根據地沒有建立起來 重裝騎士還是做到點事情 但依舊還是沒辦法升到192遊俠 這個192跟144 血量還是差蠻多的 反克有沒有遊俠真的蠻關鍵 但是寶加利亞人這邊黃金還有2000多 擁有四生物的黃金材料 可不是開玩笑的 這四生物讓他狗了非常久 而且正面的外面的野金 應該算他的附金吧 也慢慢挖回來 只要這塊金能挖的話 寶加利亞的勝率就非常高 反而是反克人這邊 這個黃金樹可能會越來越少 這裡還找到一些 這邊弩炮要繞相 直接硬上 OK 砍到一刀 剩殘血 OK 換到了一台弩炮而已 後面疾病還是守得相當不錯 但這邊還是有疾病加上馬攻的傷害 解決掉法蘭克人這邊部隊 這邊部隊法蘭克要重新集結 但是黃金有點快不夠 這邊開始按一些肉嘛 炮加利亞人的黃金來到了三千 木草還有三千 不管現在要出什麼都是如雨得水 但奴炮依舊是個難解之題 奴炮怎麼解 繼續出落馬 秀操作 正面部隊全部倒光 反克現在沒有前壓 鎮壓部隊 全部都被後面馬攻射光了 反克變成這邊死傷慘重 火炮可能要被解光 保加利亞這邊反推相當的成功 開始要來反攻了 五台巨頭架了出來 哇 反克尷尬了 直接打出了GG 正面直接被擊垮 部隊全部被馬攻給消滅了 然後後面這邊馬登 馬登落馬看到前方沒有疾病 直接上前把所有的共青解掉 這邊馬攻就可以自由開火 後面巨頭也架了出來 打得非常的穩啊 這個是一個難得一見的狗柱 然後之後反推的 逆轉勝的一個競技場 因為競技場要反推回去 其實是蠻困難的 反克人這邊打得算是也不錯了 但是依舊沒有守住保加利亞的馬攻 配肉馬的一個搭配騷擾 明明保加利亞沒有火炮 卻贏著有火炮的反克人 所以這個後期的科技固然重要 但是一些策略來說 還有這個騷擾 這算是一個蠻重要的重點 在經濟場來說也是如此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方面 整體方面是由 法蘭克人這邊拿下了木頭的勝利 但食物稍微少了一點點 明明是個馬國 但食物卻少了保加利亞人 那保加利亞人用非常多的肉量 去用這個大陸馬去反制了回去 黃金素果然是法蘭克人贏 但是生物產出卻是保加利亞 這邊拿到3000多的黃金 石頭產量也是數了快一倍 這個法蘭克人 明明有這麼多石頭 卻沒有手下外面的任何的一個陣地 反而被保加利亞這邊反推回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保加利亞真的玩得不錯 非常有這個沉住器的感覺 即使被壓到了TC附近 最後還是成功守住 而且還在慢慢右邊打出一個不錯的成績 雖然巨型頭石機沒有做到非常多事情 但是他在關鍵的時候都出去拆掉城堡 然後拆完之後也是立馬撤回來 有機會再出去拆 這就是我們孫子兵法所說的 當你有十足的勝率時候 你才要去跟對方對戰 沒有十足成功的時候 這個巨頭就在家裡 保住保留了自己的實力 然後有機會再反撲 看來這位保加利亞的玩家 也是對孫子兵法也是略懂略懂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對孫子兵法